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需要管理很多事情 土地是集体的 所以集体必须要对土地进行管理 不是你想种什么就能种什么的 在我们这儿 耕地就是种植小麦和水稻 种植水稻需要水源 所以集体必须要负责灌溉系统的建设 灌溉需要电力和抽水设备 这个也必须要集体负责 另外还有种子采购 田间道路建设等 这些集体都要管 村里要管这么多的事情 权力比较大 但是责任也比较大 权力比较大 就可能产生一些贪污和腐败 一旦有腐败了 肯定要挨骂了 责任比较大 无论你哪个方面没有管理好 指定也是要挨骂的 相反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 采取的是私有制 土地归私人所有 既然土地归私人所有 那么种植什么就由你私人决定了 你想种植水稻 那么你就自己负责灌溉 防洪系统和道路建设等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 村里的权力是比较小的 能管的事情也比较少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 公有制为主体 关系国际民生的行业 都控制在国企手中 这些国企要是做不好 就会挨全国人民的骂 反之 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私有经济 几乎所有行业都控制在资本家手中 这些私企做不好 和政府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2020年 美国德克萨斯州 遭遇雪灾以后 州长蒂姆·伯伊德在脸书上 发表一篇长篇大论 其核心意思就是 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才救援 我们把这段文字翻译成中文 其中有这么两段话 没有人欠你和你的家庭什么 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 给你们提供帮助 这甚至也不是当地政府的责任 献进去还是走出来 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适合献 连同电力供应商 以及其他各种服务供应商 并不欠你们什么 这些坐在寒冷家中等待救援的人 都是懒惰的人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必然会没有 救援这样的事 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才会做的 那是社会主义可悲的产物 要是中国哪个官员敢说出这样的混账话 我估计他家祖坟都得被人刨了 这件事就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制度的差异 中国政府的权力比较大 但是责任也比较大 欧美政府的权力比较小 但是责任也比较小 权力大就难免会出现一些 以权谋私的人渣 老百姓固然要骂那些人渣 但是也有人会骂政府 责任大 一些难以胜任的庸裁搞砸事情 老百姓固然也是要骂的 所以在中国这种制度下 政府就是容易挨骂的 反过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私有制 政府能管的事情非常少 责任比较小 所以挨的骂也就少了 不归我管 你有什么理由骂我 这两种制度到底哪种好 社会主义制度更讲究公平 所以它更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资本主义制度更讲究自由竞争 更有利于有权有钱的资本家 比如在疫情发生以后 中国对口罩的价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涨价 那么就会被收拾 相反 欧美国家采取市场经济 只要你不是恶意的囤积 那么就算口罩价格涨上天 政府也管不了 疫情发生以后 美国N95口罩的价格涨了十几倍 在口罩紧缺的时候 中国严格限制价格 那么谁想到就是谁的 和你有钱没有钱 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公平 但是在欧美就不一样了 欧美采取的是市场经济 在口罩紧缺的时候 有钱人就会提高价格去购买 穷人就会买不起 所以那种制度看似公平 其实是保护有钱人 于是就有了特朗普的那句名言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 我相信在中国 如果有哪个官员敢说出 这就是人生这样的话 恐怕早就被全国人民给口诛笔伐了 早被公知骂的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在中国 为什么有一些有钱人 精英和公知都喜欢移民去美国 都喜欢攻击中国的体制 都鼓吹国退民进 因为只有在欧美的那种制度下 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有人说中国的这种大政府的体制 会产生大量的特权和腐败 其实特权和腐败 并不是因为体制的问题 而是因为人的问题 你可以去翻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 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 是允许官员使用特权和腐败的 美国那种制度下 就没有特权和腐败了吗 美国的特权和腐败 黑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因为他们可以合法公开的 使用特权和腐败 2022年7月24日 美国国会山报发表报道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院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美国政府是腐败的 调查结果显示 三分之二的美国共和党人 和五党派人士认为 政府腐败 并操纵着美国的普通人 51%的自由派 也持有这种观点 此外有28%的受访者认为 在不久的将来 美国人可能有必要拿起武器 反对政府 这些人中包括37%的持强者 或许有人会问 不是还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不认为美国有腐败吗 那是因为美国的腐败 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那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大傻子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说 美国的腐败问题 那么大家肯定在其他媒体上看过 但是有些大家未必怎么听说 我们先说说特权问题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把自己的女儿伊万卡 以及女婿库什纳 全部弄去当官了 伊万卡曾是白宫的顾问 但是特朗普曾多次想让伊万卡 担任更重要的岗位 比如让伊万卡担任联合国大使 世界银行行长等职务 在美国有一个词 叫做政治分赃 在美国政府有两种官员 第一种叫做公务员 这种职务需要你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干起来的 这类人就和中国的公务员一样 只要你不犯错 谁也没有权利解雇你 第二种叫做政治任命官员 这类官员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 随着总统共进退 总统任期到了以后 你也得跟着退 这类官员全部是副局级以上职位 共有一万一千多人 他们可以是没有任何政绩的人 甚至可以是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的人 这是公开的 法律允许的 利用自己权利去任命亲朋好友 或支持自己的人 甚至不需要这个人有任何的才能 在中国 哪个高官敢明目张胆地 把自己的子女 亲朋好友 直接安排到政府部门当高官的 在美国还有一个词 叫做旋转门 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竞选是需要很多钱的 因为你需要去电视台做广告 要到处演讲拉选票等 都需要钱 这些钱从哪里来 一部分由老百姓捐助 但是更多的是来自大资本家 这也叫做政治捐款 资本家为什么要支持候选人 肯定是希望他当选总统以后 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啊 在2015年8月的电视辩论中 特朗普公开地说道 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 希拉里收我的钱 所以要给我干事 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 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特朗普还称作为一名商人 为了拉关系逃近户 他曾向许多政治家捐款 不论其属于哪个政党 他说 我之前给许多人捐过款 当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就会捐款 这样一来 两三年后 当我有求于他们时 他们也会答应我 他还说 用钱说买政客 他想让这些政客干什么 他们就得干什么 比如2005年 他要求克林顿夫妇 参加他的婚礼 他们就乖乖地前往 或许有人会问 当选总统后 替资本家办事 难道总统就能公开的 拿到资本家给的钱 不是这样的 要是这种模式 很快就会被搞下台 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模式 比如资本家出资金 帮助克林顿当上总统 克林顿当上总统后 在一些政策上 就会向支持他的资本家倾斜 但是克林顿是不敢 直接收资本家的钱的 资本家也不敢贿赂克林顿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 请克林顿去演讲 支持他们出书 做公益等 公开的让他们受益 事实上不仅仅是总统 美国国会所有议员的背后 都有资本家的身影 这些资本家 雇佣大量的经济学家 大学教授 明星等 去游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让他们制定符合自己 政策的制度 华盛顿注册的说客 有一万多人 比如在美国政界 有一个经常使用的词 叫做猪肉桶 所谓的猪肉桶是指 在美国南北战争前 南方种植园主 家里都有几个大木桶 而日后要分给奴隶的一块猪肉烟在里面 人人都有一块 一些议员得到了资本家的支持 他就需要提出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提案 议案提出以后 想要得到通过 就需要得到其他议员的支持 为了得到其他议员的支持 这个议员就要在议案的后面 附带上符合其他议员的提案 比如 我是国会的一个议员 支持我的是军工集团 他们希望我提出议案 让美国政府大量采购我生产的武器 这个时候我为了获得其他议员的支持 就向其他议员承诺 在我提案的后面 附带上符合他们利益的条款 最后 这个提案就非常奇怪 明明是一个军火采购一案 结果后面附带了一堆房地产 石油 大豆 旅游 文化等方面的项目 这些附带的条款都不需要国会生意 这就是所谓的猪肉桶 人人有份 最终 一个很简单的提案 需要大量的钱 本质上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税收 议员这么帮助资本家为资本家服务 他们能不能直接收钱 还是不能 但是一旦他们从议员的位置退下来以后 就可以直接到支持他的企业 去担任高级职位 获得高额的回报 所以在美国的政府 大学 企业之间 人员可以自由流动 这就叫做旋转门 这就是美国的特权和腐败模式 另外还有一种严重 但是不怎么被人们知道的腐败 利用内幕消息炒股 在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第94条中明确规定 党员干部利用职权炒股盈利是违法的 但是美国呢 美国的高级官员利用内幕消息炒股 个个都是股神 比如前段时间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的丈夫 保罗·佩洛西 在国会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前 大量突击购入芯片企业 因为打股票的事情 就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明显是在利用内幕消息在炒股啊 你以为佩洛西的丈夫 只是利用这一次内幕消息炒股吗 据纽约邮报报道 自2007年以来 佩洛西一家仅通过投资脸书 等五家大型科技公司 就获得560万到3040万美元的收益 专门追踪竞选资金 和游说数据的华盛顿非盈利组织 公开秘密披露 佩洛西的财富从2004年的4100万美元 增加到现在的近1.15亿美元 佩洛西一家只是国会山 拥有不可思议好运的投资者之一 你以为只是佩洛西一个人这么做的吗 根据美国市场观察网站称 美国国会议员及其配偶 不仅进行大量股票投资 而且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亲属 去年的股票交易额高达3.55亿美元 包括买进1.8亿美元股票 以及卖出1.75亿美元股票 在这之中 共和党议员所涉及股票交易金额 约为2.01亿美元 民主党议员约为1.54亿美元 去年股票买卖金额 多过50万美元的美国国会议员 有41人 其中的州联邦众议员 共和党人麦康尔 以及加州联邦众议员 民主党人康纳 被称为是国会山两大股票交易员 麦康尔被曝出在2021年 买进约3100万美元股票 卖出约3500万美元股票 康纳则买进约3400万美元股票 卖出约1900万美元股票 美国的那些高级官员 就没有一个不是超级富豪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身家马上过亿 美国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身家超过2亿美元 美国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身家3000万美元 有些公知说美国没有腐败 那是他们根本不懂 美国的政治是怎么玩的 或许是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故意不说 来忽悠中国普通老百姓 现在的中国也发展了一部分私有经济 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 也是资本家的前客 发表各种言论 忽悠老百姓 其实就是想要国家放松一些 对企业的监管 获得巨额的利益 中国采取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私有制为必要的补充对经济制度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 国家对资本家的控制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企业 都控制在国家的手中 假设你是房地产商 国家为了社会稳定 想让你配合下控制房价 如果你不考虑国家的建议 国家也没有理由收拾你 但是国家控制着银行 电力 能源等企业 这些企业就可能不和你合作了 试问 没有银行的支持 你还能活下去吗 不批准土地 你还能建房吗 比如2021年的时候 有段时间因为电力供应不足 政府就对一些企业进行了拉闸限电 这个里面就有说到了 你要是经常不听话 不管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完全就可以优先 限了你的电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一样了 资本主义国家 银行 电力 能源等所有企业 都是私人的 只要你和那些企业搞好关系 那么政府根本哪里没有任何办法 比如 特朗普要求通用汽车 苹果公司回美国建厂 但是通用汽车根本不搭理特朗普 非但不回美国建厂 反而关闭了美国境内的四个工厂 苹果公司更是将美国国内唯一的生产线 转移到中国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一些所谓的企业家 总抨击中国的制度了吧 因为他们不想受到中国政府的牵制 不想承担社会责任 没有了社会的管制 他们想怎么剥削老百姓 就怎么剥削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文人 总抨击中国的制度了吧 因为他们当中 很多人都是资本家的前客 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拿资本家的钱 自然要为资本家服务 目前 中国的社会是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看到 各个地方政府 人大代表们 他们能看不到吗 看到了没有解决 一定是难度比较大 涉及到多方的利益 所以我们应该给国家 更多点时间 而不是跟着那些工知 想要颠覆我们的体制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最先倒霉的不是别人 而正是助纣为虐的你 那时 你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资本家的手中 不要说自由民主和人权了 恐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困难 我们在这边的手中